全球最大全新一代18兆瓦 海上直驅風電機組下陷 由3萬多個部件組成 有哪些過人之處 增勢強勁 10兆瓦 11兆瓦 13兆瓦 16兆瓦風機相繼下陷 風機為何越做越大 便從海上來 談談海上風電重氣 觀眾朋友您好 歡迎收看 正在直播的央視財經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虹濤 今天一起來關注風力發電 前不久全新一代18兆瓦 海上直驅風電機組 在福建的福清下陷 那麼這是目前已經下陷的 全球單機容量最大 也是夜輪直徑最大的 海上直驅風電機組 而就在幾個月之前 全球首台16兆瓦 超大容量的海上風電機組 在百米高空安裝葉片的場景 我們還歷歷在目 轉眼之間 18兆瓦風電機組又來了 那麼海上風電機組 進入大容量時代 到底有哪些過人之處 從8兆瓦 16兆瓦 到現在的18兆瓦 海上風機為什麼要越做越大 海上風電的產業帶動力 到底有多強 今天晚上一起來盤一盤 我們的海上風電重氣 演播室是請到兩位嘉賓 一位是中國石油大學 能源經濟與金融研究所所長 郭海濤 歡迎郭所長 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財經評論員 許俊銘 歡迎俊銘 好 在開始討論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看 18兆瓦海上直驅風電機組 下線的相關報導 本次下線的18兆瓦海上直驅風電機組 由3萬餘個部件組成 機組輪毀中心高度160米 相當於53層居民樓的高度 風輪掃封面積53000餘平方米 相當於7.5個標準租修廠 配套的葉片單支長126米 是針對年平均風速 每秒10米以上的海域開發的 可抵禦風速達每秒80米的超強颱風 機組在年平均風速 為每秒10米的環境下 單臺機組可達到 額定功率18兆瓦 每專一圈即可發出38多電 每年可輸出7200萬度清潔電能 可滿足4萬戶普通家庭 一年的生活用電 7月19號 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 海上風電機組成功實現並網發電 這台16兆瓦海上風電機組的 輪毀中心高度達152米 液輪掃封面積約5萬平方米 相當於7個標準足球場的大小 相比目前海上常用的8兆瓦風機 節約用海面積超過35% 此前 風電機組百米高空中 穿針引線的葉片安裝過程 備受關注 從2020年開始 我國海上風電迎來快速發展 10兆瓦 11兆瓦 13兆瓦 16兆瓦機組相繼下線 海上風電機組進入大容量時代 高度相當於53層樓 液輪掃封面積達到了5萬3千平方米 有3萬多個部件 全新一代的18兆瓦海上直驅風電機組 的確是一個巨無霸 那郭創長能否告訴我們 這個風電機組它除了個頭大之外 還有哪些過人之處呢 我們中國的海上風機製造 不斷取得新的技術突破 那麼因為未來海上風機 它的大規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 那麼這一次 我們在18兆瓦的風機製造 也有很多新的技術突破 比如說幾個方面 一個比如說在它超長的葉片 那麼這個超長的葉片 這回就稱為叫超長樓性葉片 那麼這個是在目前國內 集成了這些新材料新工藝 取得了一個突破 那麼樓性的好處是什麼 樓性的好處是能夠拓展它的長度 包括它掃封的面積 那麼這個對於提升機組的發電量 是起到一個非常關鍵的作用 再一個就在它的主軸程方面 也是取得了新的技術突破 主要是實現了國產化 那麼主軸程從它的使用的材料 到它進行科學的這種架構的設計 都為國產化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 那麼再一個就說它在一些 經濟技術指標方面 應該也是有非常好的表現 比如說它的目前的這樣液台機組 那麼一年的輸出電量 可以達到7200千瓦 可以供4萬個家庭一年的使用 都有非常好的經濟效益 對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功率 也是從8兆瓦到16兆瓦 現在到18兆瓦 為什麼需要有這麼越來越大的 一個發電機組的能力 對 您就想這個其實海上風電 它是一個可再生的資源 這個毫無疑問 但是你所要建設的這個海域的面積 海域的用地 它是不可重複的 所以如果你的單位面積的話 你使用這個功率更大的 風電機組的話 那麼其實你的單位 面積可利用的效率就會越高 那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那回過頭來 回答您剛才那個問題 就是16兆瓦 我們歷歷在目 但是18兆瓦目前是 也現在也是開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18兆瓦 其實利用了很多的新的技術 這是郭老師剛才的話來講 就比如這次的話 整個這個機組是採用了 超高功率密度的這種發電機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可以有效的提升 整個補電的效率 以及這個單位的經濟性 所以這方面效率是很高的 那您就想 它既然經濟效率這麼高 它同樣對應的 它也需要保留它的穩定性 和安全性 剛才視頻裡面提到了 咱們這個的 整個的抗風的能力 大概是能夠抵禦 80米每秒的這個風 16兆瓦的時候能抵禦多少呢 75米 相當於就是當時的話 像這種15級的這種強的 16級的這種強性的 這個颱風的話 基本上是51米左右 那麼其實這是完全可以抵抗的 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力 那我們也知道 現在的話整個全球的話 應該是沿海的國家 加地區的話總共有115個 那麼它們如果潛在這個 潛在的這個海洋的 可以用電這個風力的話 大概是710億千瓦 那麼這是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 如果這裡面只開發11%的話 就可以夠咱們現在 全球人口的這個使用 那麼所以有效 如何有效地利用 整個的海上風的這個資源 其實對咱們無論是中國 還是全球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那麼顯然中國在這方面 已經領先了很大的一步 是 抗風能力會更加強大 而且效率也會大大的提升 其實現在除了我們的 這個發電機組 是在越來越強大之外 我們這個整個的相關的配套裝備 也在突飛猛進 前不久我們自主研發的 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 華西1600自生式海上風電安裝平台 就在青島成功的交付 將會重點服務於 國內深遠海風電廠 大機型的吊裝作業 我們來看一下 華西1600自生式海上風電安裝平台 船體形長136米 和一艘船船舶相比 最大的不同是具有四條 裝腿和大型吊裝設備 其中 主吊機其重能力達1600噸 是國內主吊高度最高的 風電安裝平台之一 平台配備的升降系統 在三個小時左右 就可以完成平台 從漂浮到70米水深站立 是國內目前升降速度 最快的平台 自生式就是我們可以通過 自身的水輪箱 帶動整個平台在裝腿上面爬升 能夠實現在海床上面 穩固的站立 讓平台提升 最大可以提升到 海平面以上70多米的高度 華西1600自生式海上風電 安裝平台總投資超10億元 作為目前國內適應水深最深 綜合安裝能力強 功能權效率高的 橫架式裝腿風電安裝平台 華西1600能夠滿足深遠海 一體化海上風電施工作業需求 將大幅提升海上風電施工作業能力 依靠自主創新 我國風電產業逐漸實現了 海上風電產業鏈核心技術突破 和海上風電裝備製造的 產業化 國產化 可以說華西1600是一台 可以在深海作業的巨型的起重機 在70米深的海中 從漂浮狀態到站立狀態 只需要3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那國所長在你看來 這是一種怎樣的能力 它對於我們的超大容量的 風電機組的安裝來說 它有著怎樣的作用 海上風電安裝船的技術創新 對於保障行業的穩步前進 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那麼這個安裝過程 這實際上是海電風機 能夠順利發電的一個關鍵環節 那麼華西1600 它的一些方面的技術創新 對於下一步的整個的 我們海上風機 它的發電能力的提升 都會起到一個關鍵性的作用 那麼它這其中的技術創新 主要也表現在這麼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它的起吊的高度 它的起吊的重量 都有一個顯著的提高 比如它的主吊 可以達到160米的高度 那麼副吊可以達到175米 那麼吊裝的能力在1600噸 那麼這在目前這些參數上 都是這個世界都是領先的 那麼第二個呢 就是說在它的這個變疆系統方面 那麼是首創了一個 從原來的單區變成了這個雙區 那麼從這樣一個改變呢 其實是對於這個 提升了這個變疆系統的 這個機械的這種載核能力 也就提升了整個機組的這個 壽命時間 那麼這個它的這個經濟性能 是這個提升是比較大的 再一個呢 它的這種這個作業效率呢 也非常高 那麼三個小時之內呢 就從一個從漂浮變成了 就是說這個70米水深呢 能夠直立 那麼整個過程中呢 這個效率非常高的 我覺得在這個系統裡 還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 值得貼的就是說 它在這個船上 一個四層的一個 工作人員的作業的平臺 那麼這個我認為 這是這樣一個大國中期的 一個文明的一個體現 嗯 是是是 因為我們的這個 發電的機組的個頭 再越來越大 所以就要求我們的 安裝平臺的能力 也要變得越來越強 對 另外除了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安裝的平臺之外 那麼居民去你觀察 還有哪些方面的 裝備的能力 我們現在在持續的提升 對 就接著 剛才郭所長的這個話聊 你這個海上 這個風電安裝的能力 越來越強 你不僅是需要一個人 它力氣要大 同時你也需要這個槓鈴 你要其中這個物體 它的材料越來越好 它能保證你的整個的 這個功能不下降的情況下 你的這個重量反而減少 所以其實我特別想聊一下 一代材料就是所謂的一代材料 一代行業 這個風電領域的話 其實對材料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你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首先來講 第一個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剛性 這個剛度保證它的穩定性 這樣你可以最大效率 就是提供整個的經濟性 除了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強度以外的話 你的質量還相對要比較低 比如我們整個的風電 這個葉片的話 是用的這種碳纖維 包括玻璃纖維這種副材結構 那麼它可以保證 你的剛度不變的情況下 你可以節約20%左右的一個重量 除此之外 你還需要整個材料的壽命 你需要有一定的抗風險能力 否則的話 你在海上作業的時候 一旦腐蝕了變形了 對後續整個維修工作非常的大 無論是管理成本還是經濟成本 那過去這三項放在一起 你不要說十幾年前 就是幾年以前 這基本上是個不可能三角形 但是現在咱們國家目前 材料方面越來越好 就舉個例子 比如咱們國家目前是研發了一種PVC的新材 過去這種材料是國外進口 國內沒有只能做加工 那這種材料是相當於木材它的剛度一樣 但是它的重量只有 密度只有1% 所以非常的輕 那這種輕量的材料的話 其實非常的有效果 它不僅可以用於風電作業 還可以用於其他的領域 比如像一些生活民用領域 所以這其實一個技術的進步 一個功能的提高 它背後體現的是一個技術群 所以這方面的話 也體現了咱們國家整個智能製造底蘊非常的強大 而且技術水平不斷的在突破 這是一個系統 我們在方方面面都已經為這個做好了準備 當然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我們的發電機組 還有我們的裝備的一個快速的突破 其實與此同時 我們與風電相關的一系列的開發項目和應用場景 也在加快推進 近日全球首個漂浮式風雨融合項目 就在福建的莆田南日島海上風電廠 是完全地進行的一個工程的安裝 即將是投產發電 將會有力地引導我國風電開發 進入一個深遠海 我們來看一下 漂浮式風雨融合項目 採用三粒柱半潛式平台 平台上安裝一台4兆瓦海上風電機組 以及輕質柔性光伏組件 平台中間取正六邊形作為養殖區域 在生產清潔電力的同時 還能養殖魚類海產品 實現了風光魚融合 建成投展後 每年發電量可達1600萬千瓦時 相當於6000多戶普通家庭 一年的用電量 一方面解決了海上風電 向深淵海發展的技術瓶頸 另一方面 推動了海水養殖向深淵海發展 兩者結合將有效降低綜合成本 有利於引導我國海上風電開發 賣入深淵海 相較於傳統固定的海床裡的風機 漂浮式風機 不需要大規模的鋼筋混凝土基礎 而是通過利用浮力原理 使其在水上漂浮運行 這使得漂浮式風機 在深淵海部署更為方便 它還可以通過電動纜繩 調節方向和位置 能夠適應多種風向和海流環境 剛才節目中介紹的這個項目 是把風光魚項目融合起來 既能夠發電又能夠養魚 那郭所長會如何評價這樣的項目 在未來還會有哪些開發項目 和應用場景 海上風力發電 綜合利用形式多樣化 這也是應該 未來的一個大的趨勢 海上風力發電 它其實是一種新的一個行業 對於如何實現行業的產出最大化 綜合利用的應該說 從空間到清潔能源 這個應該是未來 考慮的一個主要的方向 比如說在我們現在講 綠色能源加藍海經濟 那麼像這個就是風電和漁場的這種結合 那麼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範例 那麼其實這個風電和海上漁場的結合 其實是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海上風電這個電力 和它的基礎設施 為養殖場養魚場的所利用 那麼提高它的這種產量 還有一種方式是養殖的網箱 和風電機的導管進行結合 那麼在空間上 行多層空間的綜合利用 那麼這些項目在技術上已經相對成熟 已經有這個商業項目進行開發利用 那麼未來還有其他一些方式 比如說這種風力發電 用來製氫 因為海上風電 將來它的容量是比較大的 那麼往路上進行輸送 面臨著也有很多的成本的一些問題 那麼究竟採取這種跟製氫 那麼可以減少降低什麼的成本 那麼通過這種海上風力發電 然後直接通過電解水製氫 那麼氫是用多硬圖的能源 可以作為能源 也可以作為化工的原料等等 那麼這樣就可以把海上風力發電 它的經濟效能最大的給發揮出來 現在已經成熟的是這個風和魚的這個結合的項目 在未來像製氫也是可以去想像的 所以這個海上發電其實在未來 在我們已經掌握的技術當中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可以去採取的一些項目 可以去推進的一些項目 對 那現在我也看到有評論說呢 這個海上的發電項目 其實相對於陸地的一些風電項目來說呢 它在這個產業鏈上會更長 所以它對於經濟的拉動作用也就會更加的明顯 我不知道居民是否會同意這樣一個觀點 對 是的 因為海上作業的難度特別的高 尤其這種像漂浮式的這種風機的話 其實它更適合在遠海的部署 剛才郭老師也提到了 就是現在現在有這種風光與融合 要知道就是據統計 就是只要水深到了60米以上的話 你的固定的基礎的投入的成本會越來越高 所以需要這種漂浮式的這種風機 那這種跟陸地上比有什麼特點呢 首先來講它的這個其實成本是更高 剛才郭老師也提了一嘴 你的這個造價更高 並且你的維護成本也更高 整個這個海上風電的這個產業鏈 其實比較簡單的 雖然很龐宅 就是材料 製造加後續的運營和維護 那這一塊的話 在整個製造階段的話 其實風機的這個成本非常的高 像是半壁江山 但是一旦開始運營 這個運營成本極高 一般來講一個項目周期25年的話 前五年可能這個製造廠商的話 它負責這個維修 但是後面需要靠運營 那這裡怎麼辦呢 其實這裡很多這個 回到這個產業鏈的邏輯 很多這個產業鏈開始進入 就比如像一些無人機 或者遠程這種數字的嵐生 它是可以替代一些人為的作業 像你這個頁片上 如果發現一個裂痕 你人為的發現的時候 已經來不及了 那需要怎麼做呢 需要你遠程去觀測 需要通過無人機 是實時來監控 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其實你能更好地完成 整個的維護的作用 那麼我把這種商業模式 成為成本外包 很多這個創新的公司 創業公司 來開始進入這個領域 來幫助這些大的 這個運營廠商的話 來做這一塊 這是一個產業鏈的延伸 那除此之外的話 像剛才也提到的 像整個這個材料段 比如像這個碳纖維的材料 它本身工業級 然後在民用級 其實也能夠大方一彩 包括像一些 我們現在除了工業級以外的話 在一些體育用品 休閒用品 甚至包括一些這個 這個輕工業材料 都能發揮很大的作用 所以這一塊的話 其實也是大油可味 產業鏈足夠的長 是包括這個風機的運輸環節 其實也是可以催生 很多新的一些需求的 對 今年在整個的 全球的這個風機的市場 對運輸船的這個需求當中 有90%的生產 都是在中國完成的 對吧 這也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需求 另外剛才你提到了 海上的風力發電 其實它的成本 是要比陸地要高很多的 但如果要算這個經濟賬的話 那麼它相對於陸地的 這個風力發電來說 它的優勢又體現在哪裡 它的優勢呢 主要體現在就是說 隨著這種大規模的進行 它的這個單位功率的 這個能耗 它的這個材料等等的 這些成本 都是在下降的實際上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這個 單位的這個度電的成本 那麼下降 它的經濟性能是提高的 對 好的 好的 稍後請您繼續關注我們的節目 好的 歡迎您繼續關注 正在直播的央視財議評論 我是主持人馬鴻濤 風起綠電升 海上風電產業鏈條長 技術含量高 產業規模大 大容量風機 大約有上萬個零部件 那麼這也就讓風電企業 彼此鏈接 帶動相關的產業 共同來轉型升級 在我們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 發展規劃當中 已經提出來 要建設山東半島 長三角 閩南 越東和北部灣等等 五大海上風電基地 優化近海的風電布局 可以遇見未來海上風電 蓬勃發展的這種勢頭 會更加令人期待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是這樣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也非常感謝兩位嘉賓 給我們帶來的精彩的觀點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